今天我们劳动部在这里召开工厅会 其实我们总共有五场 那么就是希望这段时间 刚好立法院休议 我们可以到各处听听 我关于劳工朋友或者是资方 甚至于学者或者是相关的团体 他们对于我们劳动的政策 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想就是听听的信件 总统有说这个一例一休太复杂了 那他事实上是不是代表有需要 总统并没有说一例一休太复杂 他是说法律条文有些规定太复杂了 所以或许有一些条文让人家看得比较费审 那我们要怎么领应呢 那是法律条文的这个数学有专攻嘛 所以呢我想在或许有一些条文的部分 稍微的复杂一点 但是经过若干的解释 跟长期在适用的人 应该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疑议 你不要跟我讲说 那个我对你多恩惠 所以我没有调整你没有增加你 可是我们也知道 部长自己讲了 这样的改革只是延后两年过来 在座很多年轻人 到118年还是领不到 你这样的改革是不负责任的改革 这样的改革是没有对年轻人负责的改革 这个不叫永续嘛 你嘴巴在讲永续 部长大概你们大概都在讲谎话 都在骗人员 骗人呐干杀生的这种 对年轻人负责任的改革 都在在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